话挨两个半月 我的妻子竟然和影帝重修就好 他口口声声说爱我 但被地理却和影帝纠缠不清 他表示 只是无法割舍陪伴他多年的竹马 犯了一个普遍人可能会犯的错 我提出离婚后 他爽快地答应我 他说 老公 我知道你心里有歌的 我愿意和你一起解开它 解开之后 我们复婚 和柳如烟结婚的第五年 他重新爱上了 曾经陪他最久的男人 男人如今功成名就 是文明的世界记忆 他在获得奥斯卡奖项的那天 重新联系了柳如烟 你说等我一夜成名 为了这一夜 我努力了十几年 现在我做到了 你什么时候后悔家 他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 泪流满面地 向所有人诉说他的爱 从那以后 在所有人眼中 思成和柳如烟 变成了天作之河 柳如烟的弟弟 气得火冒三丈 大骂他是不要脸的剑骨头 当初柳家有难 他一声不吭 抛下我姐姐 转头攀上其他金主 现在他金主要倒 右眼巴巴 来缝引我姐求和 姐夫 你说 人怎么能做成他这个样子 我苦笑着沉默 想起和思成的出见 是在我体检的那天 查出癌症有希望康复的时候 我准备人都心喜极了 去医师复诊 我故意支开柳如烟 医生狐一地问我 这是好事 确定不请你家属 一起来听听吗 我兴高采烈地请他保密 嘘 小声点 医生 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他陪着我 抵抗病魔这么久 我想亲口告诉他 我想柳如烟一定也和我一样 于是我欣喜又认真地 将注意事项手抄在本子上 幻想着柳如烟 知道时候的神情 会先是什么 震惊 高兴 还是像我一样 无措又小心翼翼 我满怀欣喜地走出衣室 却发现拐角处 柳如烟的衣服 和一双手纠缠在一起 细碎的声音声 不住从我耳边传来 眩晕震震 我几乎站不住 柳如烟和思成在楼梯间 恍若无人般 激烈拥吻着 思成看到我 眼尾细细挑起 挑衅地回给我一个微笑 又沉醉地闭上了眼睛 他接我手里的本子 重重地摔在地上 发出声响 柳如烟急促地回过头 随后一把推开了思成 他肉眼可见得无措 小心翼翼地喊我 老公 我转头就走 腿软地撑不住地 很快被他追上来 耳边传来的 却是思成的声音 紫成弟弟 听如烟说你身体不舒服 我就是来看看你 来的路上 给你买了个花来 不过不小心 落在如烟车上 刚好你待会 和如烟一起回去 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心意 他藏好表情 语气却傲气又高调 洋洋得一般 向我宣誓主权 我突然觉得有些恶心 捂住嘴 不住干呕起来 柳如烟慌张地上前扶我 语气疏离地对思成说 别碍事 你该滚了 他骂思成 转身却抱住我 我推开他 他缠上来 抱我抱得更紧 我不住挣脱 柳如烟 你好脏 你肯定不舍得我走 柳如烟的助理 站在一旁 手里捧着的 正是思成送给我的花 柳如烟脸色阴冷 讽刺地看他 思成拿着你的花一气管 我丈夫对花粉过敏 你送花 按的什么信 我最终还是甩开柳如烟 一个人回了家 蒙起被子 呼呼大睡 睡着了 就可以把一切当成做梦 我强忍着泪骗自己 可身体的疼痛 却清晰又持续地提醒我 这一切都不是梦 或许连柳如烟 自己都没意识 他爱上了别人 思成一开始来找他时 他暴怒着 把他轰了出去 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骂思成 他抛弃我的时候那么干脆 还敢再来找我 是把我柳如烟当什么 凭什么认为我 还会捡别人不要的垃圾 他话是这样说 眼里浓浓的 却是压不下去的不是 思成每天去他公司蹲踏 饭点给他送饭 下班送他回家 甚至是推掉自己的行程 陪着柳如烟应酬 之后渐渐地 每一次柳如烟喝醉 都是思成送他回家 柳如烟醉成一滩烂泥 躺在沙发上 又起身来抱我 他说 老公 我喝醉了 为什么来接我的不是你 老公 你为什么总是这副 风轻云淡的样子 我给他擦脸的手停下来 他又说 老公 你知不知道 思成就是个麻烦精 老公 你说他到底爱不爱我 他嘴里说着 思成是麻烦精 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又习惯了思成的存在 后来 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 我们每每见面 都要吵一架 我们好不容易见一面 你还要跳我的刺 是思成自己要缠着我 我已经很为难了 我冷笑着看他 柳如烟 思成总是缠着你 难道你自己没错吗 你为难吗 你不是乐在其中 我骂他 他却久违地笑了 偏过头来亲我 老公老公 你吃错了是不是 我就知道 你是在意我的是不是 他看起来真的很兴奋 然后当着我的面 换来了助理 以后看到思成来公司 别再放他进来 你就跟他说 我太太吃错了 他格外热情 软在我怀里 我看着他也会惊鸿的样子 真的以为他会改 直到今天 我才发现 我真是太蠢了 晚上柳如烟没回来 我知道 他还是忍不住 去负了思成的怨 狗是永远改不了吃屎的 柳如烟 我说的就是你 往后的一个多月 大概是我和柳如烟 最有默契的一段时日 他还是会按时给我打钱 公司的应酬时 他还是会提起我的名字 我依旧稳坐在 总裁账户的位置上 我们都只是固执的 不理对方而已 直到某天 思成的身影 又出现在大荧幕上 他浑身散发着恋爱的甜蜜气息 连提问的记者都被改然 问他 思大影帝得奖之后 邀约不断 却吸引了两个多月 看来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呀 思成被记者逗笑 也卖了个关子 不如你猜猜 猜对了 我送你个独家专访报道 记者眼神一转 诚哥可别打去我 直接说出来 有什么看法 不如请诚哥 描述一下理想型吧 我的理想型啊 思成想了想 对着镜头少见的耐心 性格独立 脾气也很回降 虽然口是心非 但是内心却是个鼎鼎温柔的人 平时看着很内容 因为工作的原因 衣服也都是板板正正的西装套装 但是车钥匙的挂件 却是个毛茸茸的粉色锤儿小兔 是不是很有反差 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 镜头一推 撕成的左边口袋里 装着的正是他所说的那只粉色锤儿小兔 采访到这里就停了 模模糊糊地暗示 不少人瞬间明白 影帝这是恋爱了 只有我 跪在书桌的柜子面前 泪流满面 里面装着的 是跟那只粉色锤儿小兔 配对的一只蓝色硕儿小熊 这是结婚的时候 我亲手送给柳如烟的 他嫌幼稚 我却固执地给他拴在车钥匙上 那时候我怎么说 我说 这对玩偶啊 就是你和我 你工作忙想 我的时候呢 就把小兔子拿出来看看 柳如烟 这就是我 你拴着我 就代表我永远会在你身边 可是柳如烟 你好狠的心 你怎么能把我 送给别人呢 影帝思成 和柳氏女总裁的绯闻 很快上了热搜 无凭无据 只有揣测 却足以让围观网友 吃尽我挂 他们都说 思成和柳如烟 简直是天作之合 记者也频频拍到 他们同友的照片 照片里 他们暧昧地拉着手 甜蜜地分拾着同一块红薯 也分享着同一条围巾 图片浪漫又有氛围 网友说 这就是他们想看到的 现实版的偶像剧 不同于我的见不得光 柳如烟和思成的恋爱 天下机智 我本以为 我们会一直这样僵持下去 某一天我醒来 柳如烟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安安静静地躺在我身后 整间卧室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装扮一新 墙壁上的气球 整整齐齐地贴在一起 是柳如烟亲手贴上去的 祝全世界最好的老公 生日快乐 我看着满墙的华丽 只觉得讽刺 沉默着起床 疯狂地把柳如烟布置的一切 毁了个彻底 我爬下身不住肝傲 柳如烟被惊醒 他跑到洗手间疯狂呕吐 他被我三番五次推开 还是不厌其烦 我甩开他来扶我的手 柳如烟 你好难闻 离我远点 话还没说完 他强硬地把我抱在怀里 看着眼前的一地狼藉 不知为何 笑得很开心 我被他熏得落泪 正脱开他的手 他按不住我 跪在地上缩成一团 老公别再闹了 那天 我们维持着表面的和谐 邀请了所有轻狂好友 给我过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晚会 柳如烟一直在我身边 宠溺地崴着我的胳膊 像从前一样 我们是别人眼里的模范夫妻 他跪下来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缓缓给我戴上了一杯戒指 他的目光真诚又热烈 他说 老公还记得 我们结婚的时候说过的话吗 你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是我要携手一生 白头到老的人 老公 以后我每年都在你的生日 重新给你求一次婚好不好 你每年都要答应我 我们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我喉咙一梗 眼泪成串往下掉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面无表情地 把手上的戒指取下来 扔到了垃圾桶里 他嘴上说着爱我 身体却不住 把我往外推 我发现我从来没有看懂过 柳如烟的戏 不过没关系 我看得到他做的事 足够了 几天后 司成找上门来 他大喇喇地直接踏门而入 坐在我的沙发上 逗我养的猫 身上的味道 和柳如烟一样难闻 他看厌烦了 张口便说他 弄丢了一枚品牌方的戒指 他自信又细血地往我手上看 看到我浑荡荡的手指 却慌了神 语气中满是不可自信 你手上的戒指呢 我愣了愣 突然讽刺地笑了 他这是终于忍不住 想来宣誓主权了 我看着他笑 司小姐真爱说笑 我对金银过敏 身上从没戴戴过什么戒指 什么样的东西该套什么 我有自知之明 不适合的东西 我不会证人 他听懂了我的隐喻 语气间有些气急败坏 不适合 林先生是在说物品 还是人 论感情 我才是陪柳如烟最久的人 论先来后到 我也是先来的人 林子诚 柳如烟今天爱你 明天爱你 可是他再怎么爱你 也不会比爱我的时间长 你凭什么说 我和他不适合 我愣了愣了 突然觉得他说的好对 柳如烟是说爱我 可他从来没有说过 不爱别人 原来他是可以爱林子诚 可以爱司诚 也可以两个都爱 不知为何 我突然很想笑 司诚挑衅班拿出手机 林先生 你这么自信 不如我们打个 就读我们同时打电话 看看柳如烟 会先接谁的好吗 电话拨通的一瞬间 传来了阵阵盲音 司诚挑着没看我 炫耀般举起手机 柳如烟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出来 我盯着自己被挂断的电话 浓浓的自嘲感 几乎要将自己吞没 司诚趾高气昂地挑衅 司诚弟弟这么想如烟 不如用我的手机 和他说句话吧 我笑着伸出手 然后狠狠地 将司诚的手机摔在了地上 手机四分五裂地碎裂在地上 柳如烟的声音 终于消失了 我痛快急了 看着面前 呲牙咧嘴的司诚 狠狠地一巴掌扇了上去 那我就 先谢谢四大影帝的手机了 那天晚上 柳如烟回来得出奇的早 他把我抱在怀里 翻来覆去的一遍遍检查我的身体 眼神急切又紧张 他发了风势地问我 司诚来找你 来跟你打赌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找我 林子诚 我根本就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告诉我 你到底把电话打给了谁 我冷笑着看他发疯 眼泪从眼尾落到枕头上 转瞬又消失不见 爱一个人 原来这么痛苦 我爱柳如烟 可是现在 却只想看他发疯的样子 我不应声 柳如烟咬着牙瞪我 又狠狠地咬上了我的胳膊 林子诚 你真是好样了 我这辈子从没在别人那里 受过这样的娃娃 不管我做出什么事 你永远是这样一副 云淡风轻的样子 我宁愿你和我吵一架 我突然觉得可笑 于是张开嘴面笑了 柳如烟眼里又戴上了心头 他哭着来抱我 老公 我知道错了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逼你了 你给我和好 我们和好 好不好 余光中 他瞥过眼 猛地看到我 正在震动的手机屏幕 他看到了背筑上的小乖两个字 挣扎着爬下床 他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不可置信般颤抖着手 最终奔下了接听见 电话那头的人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喂 哥哥 你终于肯联系我了 没遇到柳如烟之前 我承认我是个三流货子 从济世起 我就在孤儿院 听大人说 是院里最勤快的小孩 有天 我扒在栏杆上往外望 望见马路对面 有一对母女 冷风大 母亲牵着女孩的手 紧紧地往自己怀里塞 笑得很温柔 我看到了 想象着自己也有妈妈 把双手微微伸开 也学女孩的样子 踮起脚 身体微微往前倾 然后 扑通 我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摔了个狗吃屎 身后传来吃笑声 有一群小孩捧腹大笑 笑我是摇尾起怜 没人要的哑巴狗 我躺在地上 也跟着他们笑 笑着笑着 眼睛发酸 我哭了 哭着哭着 有个小孩挡住了我头顶的光 哭得比我更大声 原来那对母女 是他的妈妈和妹妹 他们也不要他 后来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孩 林自成 收养了另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孩 重新给他取了个名 叫林自朝 他是他捡来的宝贝 所以有个小名叫小乖 他们相互依偎 发誓永远不会离开彼此 可是后来 小乖被别人收养了 被收养那天 有人一个人跟在汽车后面 他们说没人要的东西 你再努力又如何 一条烂命而已 没人知道 他追出去不是线 他只是 设不得他的小怪 可他们肆意嘲讽他 阴沟里怎么能开出花泥 阴沟里的 本来就应该是老鼠 因为是老鼠 所以无人会为你停留 随时会把你丢弃 还不明白吗 因为你是老鼠 林自成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网上传开 对标着影帝私承 短短半天 我就被开了河 短信里铺天盖地 全是辱骂的字眼 精神小三 您真不觉得自己 有点碍事吗 有骂声没骂叫的破烂 你烂成这样 也配跟我撕成宝宝 我说怎么敢舔着 那么大脸 往刘总身边凑 原来是真的没骂啊 渐渐地 我被这些短信折磨的 有些精神失常 我整夜整夜 缩在阳台窟 柳如烟停了工作 我走到哪 她登到哪 泪水糊在我脸上 我想擦 却怎么也擦不掉 我烦躁得狠狠咬自己的手 柳如烟忙拉住 笑着看她 可是柳如烟 你才是最应该付出代价的人 我一说 她就红了眼 当着我的面 她挂掉私诚的电话 把她拉进了黑名单里 她紧紧地 把我固在怀里 力气大的 像是要把我揉进怀里 那你用余生 来惩罚我好不好 别走 求你别走 我只是犯了错 我承认我对她有旧情 我只是放不下心里的执念 老公 我改正了 我现在已经改正了 我只是苦笑 人犯了错 难道光凭改正就足够了吗 我没理她 哭着晕过去 又哭着醒来 模糊间 我好像听到了争吵的声音 你年纪不大 胆子倒是不小 那是我老公 我因为他才对你客气先 你别得寸进尺 林子嘲笑了 你老公 你和司成的绯闻吵得漫天飞 不如柳大总裁去街上 随便找个人问我 谁认识他林子诚 是你老公 他打电话 要我来带他走 柳总 不如你闻着心问我 你哪有资格还陪在他身边 他们在客厅里吵得不可开交 柳如烟第一次被人顶着骂 气得浑身发抖 我喷得一声打开门 把收拾好的行李箱拖出来 连看都没看柳如烟一眼 静止拉着林子 朝往外走 柳如烟攥攥着手 几乎要把后槽牙咬碎 在我经过他时 一把将我摁在了沙发上 林子诚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笑着回他 从你答应和司成重新联系的时候 司成天天用时间拿巧我 自识自己是陪柳如烟醉久的 不过是青梅竹马而已 我也有啊 我恶劣地笑 柳如烟一拳砸在我身侧 你不给我打电话 就是为了他 柳如烟 你应该知道 我只是犯了一个任何男人都会犯的错 凭什么我痛苦万分的时候 柳如烟再和别人甜蜜 凭什么他能用的理由 我就不能用 我林子诚 就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 我不懂什么慈悲为怀 他要受我受过的苦 这才算公平 我上车的时候 他追过来 把那只蓝色树尔小熊塞给我 他苦涩地笑 对着我声音却温柔 你曾说过他是我 你生气我没关系 但是你要带走他 他在你怀里 我们就没有分开 老公 他还在喊我 老公 我却只觉得粉色 我盯着他 冷着脸问他 那你呢 那只粉色的垂尔小兔 还在你身边吗 一瞬间 他嘴角的苦笑全无 眼神慌张地躲避了下去 我知道 他答不上来 因为那只粉色的垂尔小兔 早就被他拱手让人了 我笑了笑 打开车窗 毫无犹豫地 将那只蓝色小熊 扔出了窗外 随后 在他痛苦的眼神中 毅然决然地关上车窗 他追在车后面 痛哭流涕 我坐在车里面 笑得上气 不接下气 柳如烟 痛苦吗 我看到那只粉色小兔子时 也是这样痛苦 头疼得快要裂开 林子潮带着我 漫无目的的飙车 我偏过头去 才发现 他也红着眼 我莫名其妙地笑 你哭什么 他猛地踩了一脚刹车 把车不管不留地 停在路边 侧过身紧紧抱住了我 我哭自己太过弱小 我哭自己保护不了你 我哭自己来得太迟 他攥着我后背的衣服 可是哥哥 我最想哭的 是我曾经丢下了你 心猛地空了一块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 眼泪从鼻孔里流了出来 我小生阿妈自己不争气 抬起头 擦了他鼻涕 怎么会 你可是去过好日子 哥哥高兴还来不及 我撇着嘴 心想 笑得一定比哭还难看 林子潮也发现了 他用衣袖擦掉了我的眼泪 然后毫不犹豫地戳穿了我 就鲍鱼餐吃马汉全席 什么贵 就给哥哥来什么好了 饭桌上 他给我加了好多菜 我敞开了肚子吃 从来没有吃得这样爽过 林子潮小心翼翼地 帮我擦掉嘴角的残渣 递给我一杯水 慢慢吃啊哥哥 又没有人跟你抢 话说出口 他赶在了原地 吃饭太快这个习惯 是我在孤儿院里养成的 一顿饭就不点亮 孤儿院的孩子只增不减 林子潮和其他孩子不一样 他尚有亲人在世 无被编入孤儿院档案 没有档案 自然就没有饭 我们只有一个碗 所以我要先吃完 然后再打给林子潮 这样他才能有饭吃 饭太烫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 得上了逆游姓石道眼 这是林子潮最后悔的事 如今却再一次被提起 眼看着他又要哭 我笑着打岔 柳如烟不给我饭吃 我呃 所以吃得快了些 我以后改还不行吗 林子潮这才松了一口气 又嘟囔着 骂了柳如烟两句 夜风太冷 如今轮到他把我的手 塞在怀里使劲的暖 可是我的心太冷 早已感知不到外界的暖 林子潮还在喋喋不休的说着 我报了一个地名 让他把我送过去 他顿在原地 小心翼翼的笑 语气中带着讨好 哥哥 可是今天我想带你回家 时间真的是个很急躁的家伙 我抬头看他 才发现 从前跟在我身后 只会叫哥哥哥哥的小丑孩 如今变得高大又帅气 他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想法 这是好事 可惜对象不该是我 我快速而决绝地回答了他 他颤抖着声音问我 为什么 你既然都已经联系了我 为什么不能试着依靠我 我沉默着 朝他露出一个惨淡的笑话 一个人 至少不该总在一件事上 吃一切 再吃一切 我累了 已经不想再吃亏了 我给自己租了间房 社区虽然老化 但胜在干净温馨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用再担心会看人眼色 也不用再等待 谁迟迟不归 这里只有我自己 临睡前 柳如烟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蓝色小熊 把粉色兔子 牢牢地抱在怀中 他说 今天没有分开 老公 我蒙着被子 沉默着退出聊天界面 把手机关了机 按理说 这一觉 我应该睡得很踏实 可是后半夜 我的下肤突然抽签起来 我抱着被子 疼得冷汗净净 若是从前 我一定挨到早晨 吃两片止疼药了事 可是如今不行 我的病才刚好一点 医生提醒过我 要注意 我撑着床板起身 多加了一件风衣 和一条围巾 我把自己裹得暖暖的 要去医院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 我有点怕黑 缩着身子 一台阶一台阶地往下踏 走到三楼时 声控灯没有亮 稀稀素素的声音 从我耳边传来 我敏微地停下脚步 还没回头 一股巨大的掌力 斜着风一巴掌 把我扇到了地上 此刻的我无比渴望 抓住身侧那段栏杆 可是没有 我身形不稳 摇晃着咕噜噜滚下了楼梯 我忍着剧痛抬起头 黑暗中 看见一个拿着棍子的人 朝向我砸来 我心思如灰地闭上眼睛 预想中的疼痛 却没有来临 一声闷哼传来 我睁开眼 有人将我紧紧地抱在怀中 那根棍子 狠狠地砸在了他脑袋上 柳如烟拖着我靠在墙壁上 随后转过身 跟眼前的人搏斗起来 那人没想到 还有人会护着我 大骂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四成针 勾三搭四的剑东西 你就该去死 他不甘心地又抬起棍子 被柳如烟一脚踢在墙上 林子潮匆匆赶到 把我拦在怀里 我本来抽筒的小腹 因为剧烈的撞击 狠狠静乱的 我疼得说不出话 林子潮抱着我 手上熙熙粒粒的 全是血 他浑身颤抖 抖动着按了急救电话 柳如烟还在发了风刺地 垂着地上的人 林子潮喊他 柳如烟 他像是没听到 挥起的拳头 依然狠狠落在那人的脸上 我浑身的血越来越多 林子潮按不住 抖着声音问我 哥哥 哥哥你哪疼 留下了哥哥 你伤到哪了 哪疼 你告诉我啊 他疯狂地寻找着血迹的来源 我疼得说不出话 浑身上下都是撕裂般的疼痛 我失了声 只觉得这一刻 好像有什么东西 好像离开我 我泪流满面 哆嗦着手 抓着林子潮的胳膊求他 子舒 救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我什么都不要了 只要活着就好了 我不会再消想 有一个家了 我的身体底子太差 又弱又虚 最近接连受到刺激 是不是死了 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柳如烟走进来 把窗户关起来 顺手拉上了窗帘 他默默坐到我身边 给我喂水喝 哄我说 老公别难过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蚁后 我伸手打翻他手上的水杯 对着他扯出了一个鼻窟 还难看的笑脸 是吗 可那是我的蚁后 跟你柳如烟 又有什么关系了 好痛苦 爱人真的好痛苦 我闭上眼睛 一字一顿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好 他的答案出乎我 可他很快半跪在地 手中郑重地捧着一个戒指 我同意离婚 并不代表我会放弃 老公 你有薪捡 我陪你捡 解开后 我们复婚 我真是要被气笑了 他出去重新给我结水 我手中攥着把刀 轻轻地磨 柳如烟的助理 慌慌张张地被推扫进来 身后跟着的是 怒气冲冲的死者 他看着我 眼神喷糊 热搜上的黑料 是你做的吧 我查了公关 背后的人 是金氏集团的大公子 大公子不姓金 反而姓林 刚好名字 还和你这个贱人高度相似 说这件事 没有你的策划 我都不信 林子成 你就这么恨我 非要看我身败名裂 你才高兴是吗 我打开手机 热搜上一片骂声 我还真当他冰清郁节 这几天光报出来的金主 就有三四个了吧 真不要脸 果然互联网没有记忆 谁还记得 他从前高调撑腰出轨 高喊不被爱的 才是小三啊 还和已经隐婚了的 刘总裁炒作 我要是他老公 早就恶心死了 短短不到一月的时间 舆论风评变了的彻底 强倒众人推 司成总算也体会到了 可是还不够 这身败名裂 怎么能解气呢 我嘴角勾着笑 也挑着没看他 我高兴死了呀 可是司成 这才哪到哪啊 不过是名声臭了而已 我不甘心 接下来 我要你背靠的金主倒台 然后是你的戏腰 代言你一个都别想抓住 身败名裂可不够 司成 你要把命赔给我 你得把命赔给我 就像你故人 想要杀了我一样 我杀了你 他红着眼暴露 冲上来 骑在我身上 死命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连挣扎都不挣扎 呼吸不上来 我几乎冰死 我大喘着粗气 在最后一刻 双腿攀上了他的腰 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我望着他癫狂地叫 司成 你输了 就这一瞬间 我握住手中的刀 重重地滑了下去 一刀不够解恨 那就再来一刀 司成的血顺着他的脸 流到我的脸上 我睁大双眼 看着他惊头的眼神 好痛快 他想躲 却被我的腿牢牢固在原地 到最后 他整张脸 几乎都被我划烂 柳如烟从病房外冲出来 把司成抱出了病房 他来夺我手上的刀 我无差别攻击 也狠狠地划过他的手臂 他的眼神 一直停留在我身上 悲痛又可怜 你疯了 是啊 我疯了 柳如烟 不是早在得知 你和司成出轨的那天 我就已经疯了吗 我和柳如烟离婚了 他像是知道了什么 从前信誓旦旦说着 离婚后再复婚的人 现在紧紧抓着我的手 不让我走 林子朝冲上来 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从前你左拥右抱 恶心的东西 装什么情神 他收下了林子 朝对他的评价 望着我收了眼泪 正式又郑重地跟我道歉 我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司成 司成背后的势力 还有那个妄图伤害你的人 你放心 我都会帮你处理得很干净 你等我 如果觉得我做得好 再回来 就回来看看我 好不好 我无所谓的笑了笑 答应得很快 好啊 柳如烟听到我的回答 脸色一僵 他冲着我笑 转过身 眼泪却猛地落了下来 说谎话谁不会 柳如烟 这是你应得的 三天后 柳氏开了发布会 发布会上 详细列举了司成的各种黑料 甚至连他的金主都被扒了出来 没了金主的庇护 司成的资源 很快被他的对家分时殆尽 不过就算没有如此 他也不可能再有 站上舞台的希望 我正当防卫后 他被拘了几天 出来后整容十三次 均以失败告终 一代光鲜亮丽的影帝 就此落幕 柳如烟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拿整个柳氏 和司成背后的金主杠 又因为林子潮的 从中作梗 公司骨架大跳水 短短半年 他的头发白了半个头 借刀杀人真的好爽 我坐在林子潮车上 划过热索 锦号柳氏资助孤儿院 锦号锦号柳氏母婴产业 正式开盘 锦号我笑了笑 无所谓的划了过去 林子潮来拉我 求夸在 哥哥 我做得好不好 我笑着拥住他 林子潮 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曾经金氏集团 要领养的孩子 是我 全文完